3月2日,星期二得到,早晨,我是新聞報道員,袁小碑 由上星期尾,市民收到一些網上的全民信息制,說香港將封城 隔一天,香港就證實將會在研究中會否禁足 又隔多日港共政府行政長官辦公室在昨天呼籲 市民不要誤信謠傳去亂買東西 說市民幫自己儲糧是一個非理性行為,說 市民已經習慣了這些情況發生,於是乎這幾天,個個都走去掃貨 見到很多市民為了怕再沒東西買到,於是乎在超市開門前已經到門外排隊 而已賣新鮮肉之類的連鎖超市外,亦排滿沙人 龍尾更加排到附近巴士站裏 白街,EON和Wetson等大型連鎖超市百貨或個人護理用品店 亦更改了營業時間 有許多買東西的市民就說如果現在不買 之後更不用買了 白街超市今天下午於社交平台Facebook發文 就說考慮現時的疫情非常嚴重,為了平衡員工和顧客的安全 將會略為調整各區店鋪的營業時間 許多間分店的時間都縮短了營業,所以大家要留意 在香港政府收緊多項防疫措施下 包括禁止晚食堂食、關閉部分場所等等 香港出現了兩極社會現象 多個商戶陸續宣佈暫停營業或結業的消息 甚至乎有網上捐商向客戶發信息宣佈停業 而在香港政府這些所謂防疫措施下很多商鋪都頂不住 包括荷里活白魯會戲院他們表示 因為在租約界門和疫情下要關閉戲院,所以宣佈停業 白魯會院士亦宣佈由2月19日開始 Cubic、太古店和油麻底cafe將會暫停營業 Cinema City和樓灣躺街Victoria戲院亦由於租約期門和受疫情影響 已於2月15日結束營業 而英國百貨馬沙繼1月底關閉鑽石山河里活廣場分店後 黃埔分店將於今個月關閉,最後營業時間於3月6日 禁足風區等消息頻頻傳播 於是超級市場、藥房等地方都出現了人籠,大家都在搶貨 有網民認為市民要團糧做好準備是因為政府政策照令直改 有專家甚至認為香港已錯過強制檢測的黃金時間 認為政府如果能在9天內完成3次全民檢測,事實上並不需要實施禁足 亦有網友在網上說法點解香港市民蠻腸的原因 內容列舉了,香港政府在過去1、2月分別向市民發布的消息也是照令直改 在1月3日政府澄清未有禁晚市計劃,但到1月5日即過兩日後 港共政府立即宣布由1月7日起,晚市禁堂食 在2月8日政府說特首選舉不會延期,但亦不會全民強檢 但他在2月18日宣布特首選舉延期,並在2月22日宣布3月份將會進行全民強檢等 市民現在應該很關注就是會否全民強檢和禁足 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共同召集人 港大內科學系臨床教授兼傳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說 政府顯然已錯過推行全民檢測的黃金時期 又說現在香港或已有數十萬甚至100萬人染疫 相信3月中才達至疫情高峰期 如果沒有足夠隔離措施應對潛在的染疫病人 就檢測的人士需要居家隔離,與現行措施相似 加上禁足令會影響商業等社會活動 他認為如果政府可以在9天內完成3次全民檢測,事實上並不需要實施禁足 而當無知急是要為70歲以上的長者接種至少一劑疫苗 孔凡毅教授又推老人家去死了 明明年紀越大打針的風險越高 你就叫當無知急是要叫70歲以上的長者需要打一針 那還不是推長者去死是甚麼呀? 港大醫學院團隊昨天發布就第五波疫情的最新數據估算 現在已有約170萬香港市民感染了 未來一個星期將會是高峰 預料每天有182,738人感染 到4月底將會有約430萬人感染 這個團隊也建議將全民強制檢測推行的日期 推遲到疫情回落至低水平的4月中至尾才舉行 而武漢肺炎的死亡數字方面 團隊估計3月中最高單日有156人死亡 4月底的累積死亡人數是4645人 數據基於3個估計 包括醫療系統持續超出負荷 疫苗接種率沒有大幅提升和沒有有效的藥物引致 除此之外商家個個都提早關門 所以市民走去搶購都有其原因 下一單新聞 引納全球外派僱員移居城市 香港急跌19位排名77 新加坡蟬聯榜首 武漢肺炎疫情持續 有機構發布最新移居城市排名 指香港受持續的防疫措施和新聞自由度下降因素影響 在東亞外派僱員移居城市排行榜中 衛列第77位 比巴黎、倫敦和蒙特利爾等城市超越了 機構透露 由於防疫措施對生活條件有所影響 很多亞洲主要城市 例如台北、澳門和首爾 排名都有所下跌 全球外派人力資源 顧問機構 ECA International 在昨天發布最新移居城市排名 包括香港在例的多個亞太區的城市 因受持續封閉措施影響 導致它們在移居城市排名中下跌 香港的排名連排行第77位 比上年下跌19位 這個排名部分原因 與香港加強了對本地新聞和媒體的審查有關 所以影響整體移居分數 之中的新聞及媒體自由方面的評分 除此之外 由於過去多年的排名 救香港低的地區 都放寬了與武漢肺炎相關的社交距離限制 導致它們全球排名上升 並且超越了香港 ECA每年11月進行地區中貼的調查 通過分析一系列的生活環境因素 評估全球超過490個地區的整體生活質素 這個評分系統幫助企業制定合適的津貼計劃 以補償僱員派駐海外所面對的生活環境差異 評估的生活環境質素包括氣候、醫療服務、住屋和公共事業、自然現象、隔離程度、社交網絡和娛樂措施、基礎設施、個人安全、政治環境和空氣質素等 部分評估的因素評分將視乎僱員的原屬地點各有不同 ECA International表示 雖新加坡今年出現與香港相似的情況 它的整體移居程度分數同樣下跌 但仍然成為最適合東亞外派僱員居住的地方 這個機構就說 雖然新加坡的移居評分因為嚴格的封城措施和日漸增加的網絡審查而下跌了 但仍然可以在紐西蘭、威寧頓和多個日本城市之中脫穎而出 繼續成為全球最遺居東亞外派僱員的居住地點 意味著新加坡和位列在第二和第三名移居城市之間的差距收窄 但由於新加坡在國際學校教育、基礎建設和住屋方面有出色的分數 令它們繼續穩居榜首的位置 受武漢肺炎影響,很多亞洲城市排名也在過去12個月顯示下降 澳門仍然是其中一個採取最嚴格封鎖措施的城市 它的排名在過去12月下跌30位 由於為了抑制疫情擴散 許多地方採取大規模防疫措施的印度城市也排名下跌 情況與許多中國大陸的地方相似 目前多個大陸城市仍暫停內往其他國際城市的直航班次 如香港那樣,持續處於封閉的狀態 而台北則成為今年移居城市排行榜跌幅最大的地點 急跌31名與香港並列在第77位 台北通常在全球最移居城市前50位中的其中一位 但今年出現顯著跌幅 部分原因是源於疫情防控措施的持續影響 導致市民減少了出去休閒娛樂活動 隨著居於台北的外派人員數目不斷上升 導致房屋供應短缺 導致台北出現住屋的危機 幸好對於外派人員來說,房屋供應短缺的情況 預計並不是長期出生 一旦與疫情有關的限制開始放寬的話,台灣的分數有望再次回升 下一宗新聞又是關於《國安法》 夏博爾涉嫌違反《國安法》已進行警戒會面 根據了解,香港大律師工會前主席夏博爾 被警方國安處警戒會面 他沒有被捕,已離開警署 據知他被要求交代涉及違反港區《國安法》的行為 消息指出,案件與夏博爾創立的民間團體 香港人權監察 《HKHKHRM》 屬寫是HKHRM 成立於1995年4月 在香港的民間團體 中置制香港法律及日常生活上捍衛及促進人權 並推動人權教育 昨天大概11時,夏博爾到灣仔警察總部 同行人士還有兩個西中男子 大概兩個半小時後,夏博爾一人三人離開 據悉他當時面露潮水,低頭急步走了 夏博爾在2020年由資深大律師李串銘和洛應金共同提名 在去年1月當選主席 陰記在今年1月結束 他在工會主席選舉前 去信辭任英國牛津市聖馬格麗德、聖Margaret 選舉的區議員一職 他在去年1月上任開始 發表過很多句爭議性的言論 例如說港區國安法不符合法治精神 又說法庭在前年8月18日和8月31日的 非法襲擊案判刑歌重 被官媒點名炮軍 夏博爾與民主派人士關係密切 在90年代與大律師工會前主席戴啟思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客席教授陳文敏等人 一同成立民間團體香港人權監察 但香港人權監察被指 與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有政治聯繫 由1995年起已收取接近1,500萬港幣的撥款 其中更有份資助2014年佔領的佔中行動 擺明港共政府是秋後算帳 下單新聞 港鐵已累計超過1300個員工染疫 對服務造成影響 若情況進一步惡化 會有更多港鐵職員染疫或隔離 港鐵或需要進一步調整列車班次 甚至短暫關閉個別車站 近3天最多員工確診的車站 是洪坑站、西九龍站和青衣站 有港鐵工會承認近離車廠有許多確診個案 但相信關閉個別車站的機會很微 港鐵發言人表示 直至今日下午6時 總共錄得212宗涉及車務和維修人員和承辦商人的確診個案 在第五波疫情下 累計已有約1300個個案 根據港鐵內部文件顯示 由上月26至28天 已有383個港鐵和客運服務的相關員工染疫 當中包括車長、站務職員、維修部職員等 非香港客運服務也有56個員工確診 港鐵各間車廠也有許多員工中者招 在與客運服務相關的383人當中 有117人都在車廠或巴士廠工作 九龍灣車廠涉及26宗個案 其次是荃灣車廠涉及16宗個案 最後是涉及13宗個案的香港西果龍站 10宗個案的青衣站、火探鐵路大樓及港鐵總部大樓 亦分別涉及18宗個案和13宗個案 這報告港鐵各線都有車站有員工確診 當中現時有27個車站的屯馬線有19個站已經有員工確診 比率達到七成 香港鐵路工會聯合會主席林偉強表示 近日車廠確實有許多員工中招 特別是維修部 他解釋說因為維修部員工多數數人分成一組 平日會共用更衣室 一旦有人染疫 全組感染的機會就很高 他說現時人手緊絕 車廠工作可以確保行車安全為重要性 一些不算太緊急的檢查 更換零件或延後進行 他繼續說現時很多同工都很擔心 一旦染疫會傳染給家人 但不上班又不行 但是港鐵未有山站的安排 並且說山站的可能性恐微 他估計如果情況再轉差 人手會再減少 港鐵可調整班次或減少站內工作 譬如一個有多個客戶服務中心的車站 只會開一個客戶服務中心 他相信現時的港鐵行車和售票都是自動化 應該可以維持基本服務 但如果有乘客求助 因爲車站人所不足 因爲車站人所不足 有可能會由第二個的車站職員 去到跨站幫忙 而現時的港鐵員工 雖然在上班之前 要在家進行快速測試 有陰性的結果才可以上班 其實港鐵現在那麼多人中了招 已經對車務運作構成極大的挑戰 港鐵提及到今天團馬線 因爲很多車長中了招 或隔離中未能執勤 令上下周的繁忙時段列車班 次需要輕微調整 而在港島線上周繁忙時段 亦同樣需要稍微調整 而另外當車站的客服中心 亦因人手緊接 而被迫間歇性關閉 港鐵預告確診和需要檢疫的員工 有可能隨著疫情擴大而增 會密切注意事態發展 當情況有進一步惡快 對港鐵服務將會造成更大的影響 需要進一步調整列車班次 短暫關閉個別車站等等 大家便需要留意個別的情況 今晚的新聞就這麼低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這五天之內搶購 因爲自從網傳的消息 就是香港被禁足後 香港市民已經開始進行搶購的行為 到今天已經是搶購一空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真的 買齊東西放在家裡 或者是簡直不信這些東西 不理它 闊老懶你這樣 我見到很多網友都很關心我的貓貓 小小碑 小小碑今天好一點 她今天上午睡了整天 睡到大約四點左右 她便開始動、開始跑和開始吃東西 但是很奇怪 她願意吃乾糧但不願意吃濕糧 她病之前是反過來 她喜歡吃濕糧多些 就不吃乾糧 其實我現在都很密切留意 她這個轉變是爲什麽 而似乎她大粒的食物就不吃 之前她很喜歡吃的 類似棒狀形狀的咬牙 但她就不吃 我就真的很擔心 可能因為牙肉真的痛 或者喉嚨或者胃有問題 所以我已經決定了兩天 我一定幫她做一個詳細的身體檢查 亦有網友說 年紀大的貓仔就會有雜音 叫我不要怕 但其實我的貓只是三歲多一點 她還是非常年輕 而有雜音這件事 是我在香港剛剛領養完牠之後 做身體檢查就發現到這件事 但是之後也沒有什麼 剛剛那次的Emergence 醫生就說她的心跳非常快 有160那麼多 是比同類型的貓快的 通常貓仔介乎120左右 於是她真的高了很多 她就叫我一定要Aligt這件事 不是一個很普遍的情況 所以我也很擔心她的心臟是否有些問題 也有些某些叫我不要緊張 因為我緊張的情緒 是會影響到貓仔的情緒 但我真的不行 因為小小啤是比所有東西重要的 她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於是乎我現在真的 真的有些少搞到不知道怎麼辦 很驚慌失處 又睡得很差 而我這個星期是要加Final Project 我是真的在說很多東西 於是乎就真的非常之大壓力 好了 今天的新聞就這麼多了 明天見 拜拜